大家好,这里是worklife徒步生活 这周是进入到从越南新闻学习越南语的第三周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喜欢这个方式学习越南语呢? 最终我们要来看一则与台湾有关的国际新闻 并从中学习其中的文法与越南语的词汇 喜欢从越南新闻学习越南语的朋友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周的越南语学习哦 首先我们要来听一下越南路 army的词 通过方式去旅回北纤等加南西了 вор错的奇料 台湾银小银皮 Carr 做了三挑戰之一次 就算共和长�次于长百年 一之眼就会把海北约上どう thunder 加律这一pat NorEND 然后将近一时间回到香港 今天 Natalieルり招款 每周第一人或快速 选马感染 Frank-Ph大 州公司oweit大家开放择 香港大辆理随时 与优优独播剧场——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惊喜的话我看越南的字典基本上都是翻成 Unexpected或者是 Sudden 所以这感觉比较像是一种没有预期性的 所以这边呢我就把翻译成是出乎意料的便宜 好这句话呢虽然看起来特别的长但是不用害怕 只要抓到几个关键词这句话就浅显易懂了 首先呢来看到的是tukin 这句话的意思是实现实施的意思 implement的意思 所以它实施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从胡志明市到高雄的航班 从原来的三趟美洲增开到四趟美洲 从十二月十六号开始 那还有另外一个词呢就是tang len tang的话呢其实我们常常在越南看到 momo,tangmo的意思就是买意送意 是增加的感觉 nen又是上升增加的感觉 所以这句话呢就可以翻译成是增开到 同时 đó,航空可以飛到 Hà Nội,高雄 với二航一旅 好,这个中期 đó非常常用 就是同时 航空就是游客 游客,旅客 可以,可以飛是飞机,航班 所以就是旅客呢 也可以选择 从河内到高雄的班机 是每周两次 这边的游客是指往返 航内是指每天 所以从十二月十六号呢 也会增开河内到高雄的班机 每天呢至少有一班的往返班机 即位是只有 黄大约 是超过 有是小时败航程 所以大概就是三个多小时的航程 的意思 游客可能不太败航程 然后这句话呢 看起来也是特别长 但是其实也还好 要抓到两个词 首先呢是航法 航法的话呢 如果用Google翻译是 发现 它是真的很直译 就是发现什么 发现到什么东西 但是因为呢 我们这边是指旅游 所以我们应该取其中之一的意思 就是discovery 探索的意思 探索台湾 那这个tangden就是直接到 直接到台湾探索 那前面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是move 买票 买飞机票 所以直译话的意思呢 就是旅客可以买票 直接到台湾进行探索旅游 因为这一篇文章呢 是取自新闻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用法呢 会比较的书面化 这不太像是 我们平常讲话的方式 发大伦 或者大伦 点展现 游戏 好 或者 或者呢 或者是 从台湾到越南 做什么事呢 讲一念 是体验 experience 这也是比较书面的用语 就是 体验越南当地的旅游啊 生活啊 是这个的意思 这句话的 是指 税的意思 所以它没有含税的时候 的价格呢 是 615万的 越南钻每趟 真的是非常便宜 如果含税之后的价格呢 是要再多个 200多万的 越南钻 所以这越前航空 真的不愧是越南 当时无愧的 连价航空的首选 大家非常的便宜 都不到100块美金 好的 谁也想不到这场疫情 已经巧蓝过了三年了 刚好是从2019年的年末开始 而现在已经到了2022年的年末了 世界各地的生活也逐渐从这场混乱之中 恢复往日的生息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顺心快乐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 喜欢影片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月的越南新闻 还有路径时事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 越南老师的朗读 也订阅我们的团队 也订阅我们的团队 为这个越南语系列的新闻呢录音 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联系我们影片下方的信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